目前的疫情 我可以用這個理好形容 整體是穩定的 在過去兩個星期 一共錄得91宗的確診個案 8成是輸入個案 即72宗是輸入個案 另外10宗是本地源頭未明的個案 9宗是本地但是相關的個案 由於是有10宗本地源頭未明 所以我們都是嚴陣以待 但同時間也都是其中有9天 是完全沒有本地源頭不明的個案 因應海外某一些地區的疫情的嚴重 我們也都是先後停止了 以下的地方是不可以再有飛機抵港 包括很早前的在英國 愛爾蘭 南非 現在增加了印度 巴基斯坦 菲律賓 尼泊爾 不過英國方面由於它的疫情 因為打針打得好 受控 所以我們已經宣布了 就會恢復在英國的航班 可以正常抵港 最新的在醫院管理局接受隔離和治療的人數 亦都經過了這麼多月之後 是跌破了100個了 現在昨天的數字是97名病人 仍然在醫管局的樓院 其中包括三名是危殆 一名是嚴重 醫院管理的同事會繼續給每一位病人 最適切的治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